这位出场的是湖南队伤春松 胸前一有国徽的都是来自于国家队的选手 剑子后手翻 肢体后空翻 转体360 5.0的难度 我的感觉好好笑 打团体的时候女团这个跳马上的三个人决赛时候 要是第5.8都没有什么竞争力 就奖牌竞争力 因为美国太厉害了 跳马 俄罗斯他也不差 其实松松他就是一个全能型的运动员 就是四项里面相对跳马就是他的弱项 但他不是没有努力 他一直在努力尝试7.8 但是人嘛 不可能是那么实全实美的 得分14.050分 他的完成分还不错吧